机车被砸毁了 气得去报案 而警方后来调阅了监视器 查访了社区住户 找到这名嫌犯 原来是社区当中另外一名女子的前男友 两人分手之后 还有糟纷 男子找上门报复 但他根本没有搞清楚 到底前女友的车是哪一辆砸错车 作为对母女指控 在住家公寓门前遇到了陌生男子 假借找人 想要进到公寓 母女俩不肯 居然遭到冲撞 还踹倒单车吐了口水 双方爆发冲突 后来才知道这名男子是一个防众 而业者出面回应说 当时他在进行例行的社区拜访工作 没有动粗 而日后会加强员工教育训练 这段的中国信托在下午发生抢案 被害人跟嫌犯约在银行外头要进行交易 领出了42万之后 却一把就被抢妃给抢了 被害人没能追上 最后才报案 而他共称说在网上约了对方 要来进行地下会队 疑似被黑吃黑 在车子停等红灯的时候 却在车上点燃了大龙炮 然后就从后座往外丢 炸到了路旁的店家 导致外层柱子都被炸破了一个洞 警方已经通知嫌犯盗案 而当地居民表示 这两个月的时间附近 就已经连续发生了 至少有四起类似的放炮事件 男子从车子里丢出来的炮竹威力不小 而问奖也一度被警方怀疑是共犯 不过他表示对方是路边拦车 他根本不认识 警方厘清彼此关系 这才转列为关系人 但其实像是水鸳鸯 龙珠炮 这些炮竹在点燃之后 不久就会引爆 只要炸到皮肤 很可能会造成二度灼伤 一定要明年春节之后才整修的 投机男跑道 就提前在15号封闭整修 目前所有的起降都会集中在北跑道 不过在18号就发生了一起紧急状况 在当时一架长温班机准备要起飞 可是前面有另外一架飞机 所以就把速度先放慢了 但这时候又来了另外一架 华航的班机是准备要降落的 塔台就紧急指示长温班机 先脱离跑道等候 可是距离似乎又不够长 就又再请华航重新飞一次 很大的冲击 在刚才传来的最新消息 是港媒报道 国泰航空宣布要裁员6000人 并且要进行业务重卷计划 包含将放弃国泰港龙品牌 而原本港龙的航线 未来可能直接由国泰航空来负责 我们刚才收到一个最新的讯息 好 另外来看到这个消费纠纷 在成品有设柜的一家家具行 遭到了消费者指控 说家具订了没来 要求退款也没收到钱 受害者是多达百人 还组成了自救会 还有就是负责权 船接的装潢业务 也被指控没有付师傅工资 所以现在的新家 就变成一个半成品 而目前这个家具行 已经在成品撤柜了 自救会成员就跑到了工厂 发现也没人 而业者回应 家具部分已经退款了100多万 装潢部分也正在 和业主商讨退款金额 联锁中医集团 明师中医金船 医师集体逃漏税 在检警调查 诊所7年多了来 涉嫌少报了5亿多的营收 有医师的年收入是600万 可是每月所得却只申报2万 因此约谈创办人和七名前后任的院长 分别200万和100万元交保 服务部在屏东的南区老人之家遭踢爆 假承缆真派遣会议人员 就指控长期被不当对待 还有人呢 因为怀孕 却又要求参加消防演练 导致流产 还被迫签了和解书 而甚至说这个承缆商 原来就是前卫生署长杨志良的女儿 还记得中间是不是有官商勾结的情势 而对此杨志良回应 女儿既然承缆就会补偿到底 还说自己呢 离开官职10年 并没有影响力可以拿到标案 美国总统大选很快就要登场了 而根据目前民调 民党拜登依旧是领先川普的 这也让台湾现在出现了 我方会不会压错保这样的声音 对此呢 辅方发言权回应 说不清楚说这话的人是谁 但如果他们这样讲 就是在说外行话 而另外共军最新的画面 秀出轰流行机 挂载了新型的高超音速飞弹 专家特别点名这意图 就是要恫吓台湾跟美方 但其实除了天上飞的 但随时个位置周边都是住宅大厦 不愧可以看到这块草坪上 满满的都是陆军的武器装备 例如这里就有腰动物流炮 全部被照上伪装网 因为官职部周二正在进行 战力防护计伪装演练 不足在下午1点半 新北市板筹文翠里里长 就跑到了疾管署来怒吼 说在他的里上 要等着打疫苗的长辈 有750位 可是上午却被通知说 整个里只有被分配到 100剂的疫苗 要求疾管署给个交代 警用机车全面退换了 因为现在部分年轻原警 并不熟悉怎么骑打档车 女警们也不会骑 所以年线一到 这最后27辆的打档机车 就得退休 产品有智慧功能的话 业绩可以成长一到两成 业者就分析了 针对能够结合其他家电 还有物联网功能的这些产品 是特别受到民众欢迎 店常常会有衣服被偷 而现在就有业者是派专人助手 甚至还推出了代客 洗轰折的一条龙服务 一般的自助洗衣店 因为是无人店 所以有时候就怕会出现 衣服不见的问题 不过现在有业者派专人进驻 还提供洗轰折的服务 你好 我要洗衣服 好 帮你看看洗哪一条 现在募款活动 希望透过大家的力量 帮助在疫情期间苦撑的社服团体 而今天特别看到的是 肯爱社会服务协会 主要帮助的是忧郁症患者 走出阴霾 那么这个单位 这个协会呢 每年服务大约是两万六千人次 在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募款状况不佳 有百万元的资金缺口 是协会成立16年以来最艰难的一刻 那在他们这边有一间叫做活动教室 也就是我们现在要进去的这一间 里面大概呢可以容纳30个人左右 会出借给一般像是企业来做团康活动 不过今年受到疫情影响 所以出借次数呢大幅减少之外 整个募款状况也不是很好 现在开始出现有最新的开箱影片 有人就说已经拿到iPhone 12的新机 也引发了苹果迷的关注 那么这一次呢 iPhone 12预购是六年来最旺的一次 所以专在预估缺机头 可能会延续到明年二月 我们下期再见